师傅前天听那个李师兄分享说 新加坡法会非常殊胜 并且会有三分之二的菩萨都会下来 并且天上会降曼陀拉花下来 还有很多殊胜的场景 师傅我记得我看过佛陀在成道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还有佛陀涅槃的时候 就是十方大地震动 并且还有天降那个潭花下来 师傅是不是这种就是一些大菩萨 或者是大于修为的人在成道 或者是有所成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场景呢 这个是零三法会人间的零三法会啊 因为为什么 就是新加坡这次是六万人的法会 而且呢它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要 所以会让这个世界对我们中华文化更多的引起重视 所以大家都能去的话 这是护法这是对立国立民的事情 听得懂吗 因为去的大家都知道 红法者是卢太长是我们是华人嘛 对不对啊 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红法在震动天地 然后让这个慈悲的心在全世界这么蔓延 让更多的人能够离苦得乐 让这个世界能够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这个这么多菩萨下来护法 这个天庭震动啊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太实诚了 真的是新加坡法会真的有人参加了 对啊 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多小孩子 上百个小孩子一起唱 同声唱大悲咒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还有很多歌 还有这个唱 唱那个 唱佛歌的那些著名歌星啊 一两个吧 他们也会助援 然后这个 他里边的那个光啊 因为我们在晚上嘛 他整个的采光啊 就是像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一样 光芒四射 而且我们在 二十八米三十米的影光屏上 会显示出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像 不得了 好看的不得了 太实诚了 师父 其他我们在明年 在今年的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 让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奉扬 让佛法的精神 让更多的人能够共睦佛光 共睦法语 能够离苦得乐 那是